我要帶來這首快樂崇拜 忘了你存在 有什麼期待 怎麼辦要重套嗎 我現在在拍攝明朝封面 現在是空檔我就抓緊時間 幫大家簽了一些拍立得 之後就會送給你們 那我現在也收到了一些問題 我要來回答你們 小美的膚質閃閃亮亮 是怎麼保養的 我之前其實可能因為 肌律神經失調 然後有一段時間壓力很大 所以我的額頭都會冒一些 就是有點像毛囊炎 那我後來發現就是 你要調整好你的作息 然後施放你的壓力 然後你睡得好 你水要喝夠 那盡可能的就是沒有化妝也要卸妝 那沒事的話就是 不要給肌膚太多負擔啊 幫肌膚休息一下 要怎麼樣才能像你一樣 這麼有心 你是有心嗎 我覺得你要選擇一個 你最舒服自在的樣子 不要為了符合別人的期待 去做一個很不像你 或是讓你不舒服的樣子 你就是 Be Yourself 好 小美過去的經驗 有沒有最合得來的星座 以及頻率不在一條線的星座 回答星座這種題目 就是很容易得罪別人 那還好我呢 就是跟什麼人都能夠當朋友 就還蠻隨和的 唯一一個可能頻率沒有那麼大嘎的 就是男獅子 男獅子們先不要生氣 星座這種東西就是講求數據嘛 那個人造業個人單 所以大家都很好 好 我覺得一定要保留自己的空間 然後假裝沒看到他 疫情之下如何維持遠距離戀愛 我在什麼狀況下都沒有辦法維持遠距離的戀愛 因為我個人還蠻需要師職的陪伴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最想要做什麼 有喜歡的人呢 就趕快跟喜歡的人告白 沒有喜歡的人呢 就趕快去找喜歡的人 總而言之就是趕快找喜歡的人 跟他們一起死 請推薦一部最近看過愛不釋手的電影或戲劇 我最近還蠻喜歡一部劇集叫 不釋專家 他是在講一個印度裔的美國人 然後在美國生活 然後遇到的一些種族的問題 那他用一種很詭諧的方式去帶入 其實每一集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很貼近你的故事 那他一集時間也不長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在睡前的時候看 有沒有疫苗消怒氣的方法 吃東西 因為吃東西的時候 大腦會分泌一種叫做 就是他可以讓你的心情愉悅 讓你平靜 壓力大的時候做什麼最舒壓 我的話呢是做家事 尤其是那種動作可以一直重複 重複性很高的這種動作的家事 像是洗碗啊或是麻痺 小美的blog May I help you 的題材 通常是怎麼發想的 一開始會創這個頻道是因為 我在朋友圈裡面就算是一個開心果 所以我都會帶歡笑給大家 那May I help you 就是 就是美嘛就是我的那個美 你需要我來幫你嗎 May I help you 你需要我來帶給你開心嗎 當初的初衷是這樣子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期間 所以很多的題材就變成是 從生活的經驗去發想 唱跳挑戰之後 會不會想當歌手發自己的歌 請哼一段KTVB唱的歌曲 會 今年請大家拭目以待 現在要唱歌啊 嗯 嘿嘿嘿 我要帶來這首快樂崇拜 忘了你存在 有什麼期待 換了你邀請他一定來 一切夜晚 忘了歌詞是什麼 快樂會承認 請你看開 Come on 好 怎麼辦要重唱嗎 OK 初到以來被問過最尷尬的問題是 剛剛那個狀況還不尷尬嗎 好 遇到天菜時會怎麼樣讓他注意到你 我會直接告訴他 我想吃你 因為你是我的菜 好爆笑 掰掰 哈哈哈哈 我是明朝八月號封面人物 小美林英維 想知道我的更多消息 請關注明朝的IG跟Facebook 請看 容許 我是明朝八月號封面人物 嗯 對